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比较少的会导戏 然后写戏 然后还要演戏 对不对 最大的感受 其实我们作为年轻的演员 有的时候在片场 可能把握角色不是很到位的时候 导演就会亲自演给我们看 我觉得这也是让我们受益匪浅的一个 让我们也很感动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觉得对于新人来说 导演可以这样去培养我们 我们觉得很感动 我觉得就是很荣幸吧 因为碰到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制作 而且这个团队各方面合作都非常的成熟和到位 那么在这部戏当中呢 我们也有很多非常出色的男演员 非常资深的男演员 像马锦涛啊 马德忠啊 陈浩铭啊 他们也都给予我们很多的鼓励和帮助 这样的导演 这样的演员 这样的团队 真的是非常的荣幸和非常的开心 对 很难得 我的最大的体会可能就是四个字吧 一个是惊心 一个是磨练 惊心是惊心动魄的惊心 我其实 这也是我第一次拍游岛的戏 也可以说是我真正意义上人生当中的第一部电视剧 第一天 我是开机第一天的第一场 所以游岛说我是首考 其实我那天还挺紧张的 就是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胜任 然后一直下来都还觉得很好 能让大家满意 从一开始选拔到现在八个月了 觉得这八个月每天都在有进步 每次的考试都是人生当中一次非常重要的考试 那么这八个月也对于我们来说 每一位选手来说都是一次很重大的转折吧 其实换人可能刚开始会有这个担心 但是拍到15集应该不会了 没有这个可能性了 对 所以因为剧本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未知的 所以我们每天都是在期待说之后的情节会是什么样的 其实跟大家的心理是一样的 那么作为演员 特别刚刚游岛也说了 作为新人来说 觉得能够按剧本的顺序一级一级推动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占了一个便宜 对不对 对 因为对于新人来说 有的时候他可能对于场景的把握 那么年龄的跨度 对 那么既然是按照剧本这样来拍 我想可能也是也许是我们第一次 也许是最后一次我们碰到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 那请问一下二位觉得拍这部戏 带给你们最大的难处是什么 要挑战是什么 我第一天的时候我就想过 是不是会把我换掉 对 这也跟游岛沟通过 但是其实没有那么大的负担 大家都就是给予我们很多的帮助 今天其实说是一个发布会 同时也是对于我们来说 就像高考的一个录取通知书一样 我们都合格了 所以说今天才会在这里召开这个发布会 要说难处和困难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应该是 就是条件上 因为我的这个角色 亚渝他是一个就是命运非常多舛的一个人物 他在就是国家败了之后呢 和自己的国王去到你们的国家去为奴 当奴役 对 给他们刷马 洗槽之类的 就是一个奴隶 所以说生活得非常的艰辛 就经常在就是收拾马粪啊 或者是扫马券啊之类的 就是条件非常的艰苦 和我一起搭档的是TVB的当红演员 马德仲先生 他也说这是他就是从影这么多年来 就是条件非常艰苦的一部戏了 对于我来说 第一部戏就碰上这样的 他说可能今后你就不会害怕了 没关系啊 辛苦后天啊 对 今后就不会再担心了 其实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一个挑战 可能还是王后的这个角色吧 因为第一王后跟我自己本人的年龄 是有年龄跨度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王后这个人 看上去是个很高贵亲和的 但其实在私下 他会是有自己的小算盘的 所以说这个人物 其实在把握的时候会比较纠结 你经常有的时候 可能会不知道自己 到底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 但是我觉得在后宫 在那样的一个时代 没有好坏之分吧 那么都是在为自己的 自己的位置 自己的角色在努力 所以说我觉得 我最大的挑战应该就是这个 但是我觉得目前为止 那么从各方面的反馈来说 把握的还算可以 当然要继续的努力 再接再厉了 那这次合作了 还有马景涛之前 你们怎么也在网上看过 交替这回路吧 第一次跟他就是拍起 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 就是我的大王是吧 对实际上是这样 就是刚听到 就是我的大王是 马景涛先生的时候 小马哥 然后就会想到 咆哮教主 可能心里面 其实刚开始是有点紧张的 当然也会很开心啊 合作下来 我觉得小马哥 完全在片场的时候 是你是看不到 他咆哮的那一面的 因为他是 对新人来说 是很帮助的 然后也是很有耐心的 而且甚至有时候 他会给你讲戏 所以也会让你觉得 很感动吧 那么小马哥 在演这个 汪夫差的时候 其实也是那种 就是群雄的那种感觉 枭雄的感觉 是很霸气的 所以他在诠释 这个角色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跟他 演感情戏特别是 他会把你带到 那个情境当中 因为刚开始我也害怕 哎呀 万一不熟悉 不进 不入戏怎么办 但是他会把你 完全带住到 那个情境当中 你好像忘记了 自己是周子涵 我就是他的王后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 对于新人来说 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这儿也要 谢谢小马哥 小马哥跟你有点关系 没有 对 我的对手戏 基本上是和 马德中和陈昊明 他们两位都是 非常敬业的演员 因为这个 马德中先生 他可能是 晚道剧组几天 然后我记得 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我当时是在 化妆间化妆 然后我面前 有一张镜子 我看到他走过来的时候 我就在想 要不要过去 跟他打招呼 其实心里有点忐忑 但是过了没多久 他过来跟我说话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没听懂 然后讲了很多遍 重复讲很多遍 我还是没听懂 然后我就说 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说我是雅瑜 演你的王后 他说我知道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他说 程老师你好 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 他国语那么差吗 对 他人品真的很好 真的 他的经理人就说 我之前有问过 说要跟他对手 因为他是一个 香港的演员 我们讲普通话 他会讲粤语吗 我就很担心这个问题 然后他的经理人说 他讲普通话 还不如讲粤语 不过后来接触下来 我就觉得 现在很多人在问 就是他讲什么 然后我会跟别人翻译 说他讲的是什么 然后我们俩 第一天的第一场戏 就是亲密的戏 就是拥抱的 然后中间还有很多的 这个过程 还有很多小细节 他都一直都是在帮助 和提携我们 包括陈昊明先生也是 对新人非常的照顾 非常好 我这个时候 我这个时候的装扮呢 大概是在前几季有 中间呢 我就围奴了 行头就比较简单一些 还比较落魄 这个装扮 应该你会坚持比较久一些 对 因为我是 大部分都是盛装 可能后来会遇到一些问题 我们的国家 那么 其实现在这身衣服 确实像大家看到的 比较的厚 因为你想在交错 41度的高温下面 我们要穿这个衣服演戏 确实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特别像这件衣服 其实在里面 在这件衣服的里面 还有两件水衣 然后在下面 可能要穿一条裤子 然后还有一条长裙 然后外面才是 这个 这个 这个袖子很长的袍子 然后呢 还要再系一个 这个叫前面 这个叫什么 我也不懂 然后 还要再 再再再 再系一个这样的腰带 就是因为 我们为了显得漂亮一点 对 就想要细一点 再细一点 然后就会勒得很紧 有的时候就会穿不上气来 特别是这个头发也是 其实 这个头发就是 上面 因为都是假发 那么上面的这个罐 会非常的重 然后特别是这个拆啊 就看起来 当然非常好看啊 是这个 白鸟嘲讽的感觉 但其实对 脖子颈椎 真的会很痛 所以我现在看到墙啊 就会见到 就像见到我的那个 亲戚一样 见到墙 就像靠上去 就觉得特别舒服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